你现在收听的是 PUNI聊护理 那内科病房呢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 在医学中心肾脏内科病房 担任护理师的叶叶 来和大家聊聊 内科体系病房的工作内容 我们会在节目中访问叶叶 为什么会想要到 肾脏内科病房工作的动机 是否有遇到什么困难挑战 是如何克服的呢 如果有听众想要到内科病房工作 是否需要先准备什么 叶叶也会和我们分享 在病房工作遇到的小故事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要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希望你呢 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可以帮我们打新评分留言 并且分享给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这个节目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IG 加入社团 然后告诉我你们想要听 哪一些护理人员分享他们的经验 让我们的内容越来越丰富 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哈喽 欢迎叶叶来到 Pony聊护理的节目当中 请你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叶叶 目前在肾脏内科病房工作 那一开始呢 先来访问一下 叶叶 你为什么会想要当护理师呢 就是国三的时候 有做那个性向测 兴趣的测验 这样 然后那时候老师就是 帮我测搜 我就比较偏向于 医疗行业 对 因为我可能比较喜欢帮助人这样 所以后来就是 读了国中之后啊 就是发现 一方面也是因为觉得自己的成绩 要再读高中 又要考大学 可能不是那么的理想 然后那时候我的阿嬷就有建议我 就是干脆学个一技之长 我也觉得这样蛮好的 那因为你是已毕业之后 就到肾脏内科工作嘛 那想要问一下 就是为什么你毕业后 就会选择到这个单位工作呢 就是以前在学校的时期 有就是去很多不同的单位去实习 然后那时候就发现 自己比较适合内科 然后老师也建议我 可能以后走内科会比较适合我这样 那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在就学期间 在内科病房实习的经验吗 有 那时候也是到了心脏内科 然后照顾了一个肾脏疾病的病人 对 那时候也是就是刚好遇到 然后就会教他每天 因为肾功能不好 所以就要每天算那个纳含量啊 然后还要就是喝的水量 对 没想到最后真的就到了 肾脏内科病房工作了 对 那想问一下就是肾脏内科的属性 就是收治哪一些疾病的病人啊 还有你们的病防护病病 肾脏内科你会比较常遇到 就是肾衰竭 然后有需要洗肾的病人 那可能是刚开始可能是 on double woman 后来可能会装Hickman洗肾 或者是就是最后就是可能会用AV Shunt 或者是附魔透析这样 然后除此之外 有些比较特别的可能就是 Shu-E-Sai的病人 他们可能是服用了Paraquay 或者是有机灵农药 进来就是也需要洗肾这样 那这些就是比较危机 然后其实只要Kritinine不好 都有可能会来到我们的病房 那你们的护病比呢 通常白班是七个 然后小夜班会有十床 大夜班就是十四床以上 所以你们总total总共有 大约有五十几床 对啊 那想问一下 就是你在当新人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那你是如何克服的呢 我觉得当新人 那时候对我来讲就是 最有压力的就是交班跟On Lock 因为我觉得血 就是肾脏科的病人 他的血管都很细 所以有时候针就是蛮难打的 那这对我来讲是 那时候比较有挑战 那其实就是 交班的话就是 常常会不知道自己要从哪里开始 对然后也是会 交班血也就会觉得 你交班没有重点 那我觉得交班这种就是 你多听多练 然后你工作久了 你就比较上手 然后如果是On Lock的话 就是其实后来就是 只要有就是要打真的 我都会就是去打 就是后来反而就是会 越来越上手 然后你也会 有些血也打不到 你就打得到 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也是 多练就可以了 那像是交班这一部分啊 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 你当初在学习的时候 自己怎么样 让自己更加的上手呢 就是在交班的时候 你要知道什么是重点 什么是没有那么重要的 然后你要想一下 就是你是听的那个人 所以你要就是 像如果是同样一件事情 你就可以白班中午 小夜一起交 然后就是你工作久了 你会知道病房 有一些事情比较重要 那学姐就会 比较想知道 像他为什么是要换药啊 还是为什么他今天 要打就是这个针 或者是改变MT 还是什么 就是你要慢慢抓到 这些重点 然后别人在听你交班的时候 就是比较有意义这样 那其实在交班这一方面呢 好像是蛮多新人 都会遇到的一个困难的点 那想问一看 叶叶啊 你在交班单整理的方面 有没有什么小技巧 可以教大家呢 我会就是先把 如果我要跟下一个是很 就是要交班的学姐 我会先 就是自己全部交一次看看 然后我会在我的就是 应该每天工作 都会有一张纸上 所以我会写得顺一点 那如果你当天那张纸很乱 我就会试着重写 那我在交的时候 我就不会很紧张 我有什么没交到 我什么忘记交这样 那除了交班以外呢 刚刚叶叶你还有提到 另外一个困难点 就是按CAS 那因为我们其实在就学期间呢 很少有机会可以按CAS 我们大多数可以交的 像我们之前有互相打IM 然后SACU也很少 那IV的话几乎是不会遇到 那我们在临床上实习的时候 也很少有机会可以打针 那想问一下叶叶啊 你在按CAS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就是练习的技巧 或者是让自己更上手的技巧 可以教听众呢 其实我学姐一开始带我的时候 她是用Tonic让我去试 但是其实你试过了之后 你就知道她跟真的血管 其实有蛮大的不同 那后来其实刚开始遇到 你就是能避者避 就是我最好我这一床的 CAS 漏卡都不要跑掉 可是其实后来就是 我会试着就是要让自己多练 所以学姐她们只要有针头跑掉 我都会过去就是 在我工作完成的范围内 我都会先跟学姐一起去 那我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学姐打的方式 像是有的学姐就是 她她常摸 她会告诉我 诶 拿几条 就是有可能是 血管比较有弹性的地方 那她摸 然后你也试着摸 你摸久了就会发现 诶 原来有弹性的血管 摸起来是这样 然后你可以看她打的方法 有些人是一针进去一定上 那有些人是先入针 然后再推软针 后来我就是打针了 这个技巧我觉得有提升比较多 对 其实这个还是要多练习啊 对 当初就想说 希望我的针都不要 都不要out 那想问一下叶叶啊 就是在内科啊 有很多的疾病学理机转 还有很多的药物 药理学相关的知识 像是有可能病人一来啊 就可能带了一大包的自备药 然后要给你 然后那请叶叶和我们分享一下啊 有没有就是学习的小技巧 我会就是把肾脏科常遇到的 像是脏血压药 或是止痛药 因为肾脏科就是比较特别 有些药物是肾脏病的 病人不能用的 那我一开始学习的方式 就是我遇到的 我会回家先痛症 然后我会了解 为什么今天医生是开这一科 降血压药不是开另外一科 然后你去查了他的药理机转之后 你就比较不会害怕给错药 因为就是刚来的英诚 也有可能会开错药啊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 你知道了再去做 就会保护自己 那就是前面半年会比较有压力 就是你一定要回家做功课 然后但是你后来就是遇到的药 就是差不多肾脏科就是这些 就比较不会那么害怕 那所以燕燕有觉得内科的药物 还有疾病的那些复杂度 比外科来得高很多吗 因为你应该有在外科实习过的经验吧 其实我当初走内科是原本想象中是 病人会相对就是病程比较缓慢 所以我可以慢慢的就是照顾我的病人 然后慢慢的就是也是给他们 就是了解他们 或者是给他们需要的帮忙 后来因为我觉得外科就是患床率很高 所以我当初就觉得没有想要走外科 可是等我当进来内科之后 发现其实想象的不一样 因为内科的病人也是常常需要危急的时候 你要把他挤救 或者是就是病程不一定都是那么缓慢 对 这就是我觉得内外科的 跟我当初想象中不太一样 所以其实内科的复杂度其实还蛮高的 对 那你觉得这一份工作带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喜剩的病人啊 常常就是会拍摩一叮吧 然后就有可能需要给他on handle或cpr 对 那有时候洗一洗 洗身室可能就会赶快推上来还给你 因为你的病人可能需要急救 对 那而且 洗身室会推上来还给你 对啊 然后他们在那边 因为他们的单位是 他们算是 他们说他们是检查室 对 所以比较不属于 急救单位 所以我们病房是有可能 你就会看你的病人很喘 然后就赶快吸到一半赶快被推回来 对 了解 然后洗身的病人啊 他常常也会因为尿毒的关系 所以可能会肠胃道出血啊 或者是 就是 解血变啊 或者是 to coffee ground啊 所以就是 我觉得危急的 程度 蛮高的 对啊 听起来蛮棘手的 嗯 就是所以 我觉得就是刚开始 你遇到危急的时候 你要怎么处理 会是变成一个 压力来源啊 真的 如果在新人时期啊 遇到这种状况啊 就是危急的 病人危急的状况下啊 可能 常常会不知道 该怎么处理 就算是 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遇到那种 没有遇过的事情 然后发生了 那也是 大多时候都要 请教学姐的帮忙 那这方面啊 真的是一个 蛮大的挑战 也是一个 蛮大的 一个压力来源 那想问一下 叶叶啊 你是如何克服 这个挑战的呢 嗯 就是你遇到了一次 然后 刚开始都会有 学姐带着你 对 所以你 遇到了一次 你就会 渐渐了解 哦原来 当我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要怎么处理 嗯 对 那一两次 或者是半年下来 你就会比较不害怕 嗯 那想问一下 叶叶 你觉得 就是 担任病房 护理人员 给你带来 什么 最大的成就感 就是 什么状态下 你会觉得 非常有成就感 也是想要继续待 在临床的原因 嗯 因为其实 就是 肾衰竭病人 他们常常会 可能你 就是在住院 治疗好的时候 他们就出院 规则洗肾 嗯 可是他洗肾 常常会有一些 合并症 他又会导致 他就需要来住院 嗯 那 其实 所以他们就会 这样反复的 住进我们的病房 嗯 那 有时候 你就会遇到 一些 病友 然后他就会 记得你 然后他也会跟你说 哎 今天是你照顾我 那我觉得很好啊 还是 就是很有安全感 那我觉得 当病人给我 这样子的 就是 feedback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蛮有成就感的 嗯 嗯 那如果有听众啊 之后想要到 肾脏内科工作 那你会给他们 什么建议呢 我会给他们 就是勇敢的去吧 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就好了 嗯 那有没有要先准备什么 例如学理啊 或者是技术方面的 其实我觉得技术 你到临床 你常做就会 上手 嗯 那学理的话 你可以先看一下 就是 洗身病人 常见的用药 然后 跟 就是 肾脏疾病的 内外科 学 这些 就是 你有一些概念之后 你去病房 遇到的时候再学 就不会那么的害怕 嗯 因为我们在前几集啊 又访问过一个 就是在 洗身室 担任 护理师的一个 护理人员 那想问一下 叶叶啊 像你们单位 就是比较资深啊 或者是一些 比较有经验的学姐 他们之后会 想要转到 洗肾室吗 我也是有学姐 就是 之后没有走 继续在病房里工作 他就是 目前在 洗肾室工作 对 那刚开始去的时候 听他讲 也是有 不同的压力 因为 洗肾的病人 他们 已经 洗久了 所以他们都会 知道什么是 菜鸟 什么是老鸟 那你刚开始去 你要帮他 用那个 Avishawn他 来洗肾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 蛮有压力的 但是他跟我说 他现在也是 觉得 斑别啊 比较正常一点 虽然还是会 轮到小燕 但是他觉得薪资 跟斑别 都蛮不错的 所以他也是 继续留在 洗肾室工作 所以其实就是 像你们病房 转调 洗肾室的 比例高吗 算蛮高的 但是 还是有一些人 不会走 洗肾室 可能是走 专科护理师的方面 那请你和我们 分享一下 就是你在 肾脏那一刻 工作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 什么小故事 我觉得就是 在临床工作上 也不一定都是 只有遇到好的啦 我有遇到一次 让我觉得 蛮惊吓的 就是有一个 他有一个男生 那他妈妈是住 在我们病房里 那这个男生 就是长期 他们家只有 他一个照顾者 对 然后他就是 常常来照顾他妈妈 那有一天 就是我记得 是小夜班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 有交班说 他最近 这个就是照顾者 这个男生 他的情绪 比较不稳定 就是要我们 不要去激怒他 这样子 那那时候 我就记得 我进去 因为他妈妈 都需要冲谈 那那时候 我进去的时候 我也是就是 有询问 然后对他 比较客气这样 那因为我就 到了下一床的时候 他就是正在 做一个 摇手机 很滑稽的动作 那时候我就忍不住 笑了 那我就突然听到 我的隔壁床 就是把他的牛奶 很愤怒的 就是摔在地上 那我就想说 我就过去关心 他说 你怎么了吗 就是 然后他就说 他就很生气的 甩门出去 然后后来 我就听到 小夜班的护长 打电话上来 然后就说 那个家属觉得 我对他们的态度 跟隔壁床 有很大的落差 然后因为地上 都是牛奶 所以我还是去 关心了他 那他就跟我说 他就是很愤怒的 跟我说 你不要跟我说话 对 然后后来 就是这个 后来我还是有 照顾这一床 照顾者 那这个照顾者 我就会发现 他其实 常常会对他妈妈 施暴 那我觉得这是 临床上有一点 就是 就是有点 就是遇到不一样 那我们也是有 跟我们的 单位的护长 提出来 对 那有从中的 就是帮他 提供一些 喘息服务 对啊 毕竟长期照顾 也是蛮累的 对啊 他可能没有一个管道 那最后 最后因为 他妈妈也是 反复的这样子 出入院 对 还是会遇到 但有时候就是 住在我们病房 有时候是住在 另外一个病房 这样 温馨的话 就记得有照顾 比较年轻的女生 然后是命令到 感染进来的 那那时候 他也是很害怕打针 然后我们也是 那时候是我照顾他 然后也是安抚他 然后 就是 一针可能就有 帮他打上 然后所以 我们的互并关心 就蛮好的 那那时候 我记得他出院的时候 还写了一张 小卡片给我 对 我到现在就是 还是有留着 这应该也算是 就是在工作 有得到一个成就感的 一个方面的回馈 那想问一下 叶叶啊 如果你没有到 肾脏内科 这个单位工作的话 你还会想到 哪个科别 或者是其他的领域吗 为什么呢 其实我刚开始 第一志愿是 希望能走 急重症 嗯 急重症 对 就是觉得 可能是因为 看一些影集吧 就有一些幻想 对 那我现在应该是 蛮想要继续 可能会 想找一些 正常上下班的科别 例如像洗顺室吗 对 洗顺室可能还不错 嗯 那你会 还会想到 就是除了 护理以外的产业吗 哇 这倒是还没有 特别想过 但是我曾经 蛮想要 就是老了 看可不可以 开一个咖啡厅就好 嗯 不错耶 前几集也有一个来宾 他也很想开咖啡店 也许你们可以开一家 嗯 护理人员咖啡店之类的 对 那如果你能和 二十岁的你对话 你会想说什么呢 就是你 二十岁的时候 还在读护理系的你 那你会 想对当时的自己 说什么 嗯 其实我觉得 当初读书的时候 蛮茫然的 嗯 就是会不确定 自己的选择 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嗯 对 然后 那时候就是变得 嗯 就常常觉得蛮迷茫的 所以如果再回去的话 我会 想跟自己说 就是 爱你所责 则你所爱 然后 好好的 多去尝试 嗯 非常谢谢叶叶 今天来 节目当中 和我们分享 而且叶叶说得非常好 就是 则你所爱 爱你所责 那我们就是呢 选择一个 自己爱的行业 自己喜欢的科系 然后踏入之后呢 全心全意的去学习 然后爱你自己 所选择的这一切 我们再次的感谢叶叶 来到 铺尼疗护理的节目当中 和大家分享 那么多的工作经验 以及带来了 两则的小故事 嗯 因为护理人员 其实临床工作 是非常忙碌的 我真的很感谢 就是每一位 愿意来 铺尼疗护理 节目当中 分享的护理人员 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们 那如果你喜欢 这个节目的话呢 也请你帮我们 分享给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听到 也让更多的人 了解到护理这个行业 在做什么 那如果你也是护理人 也有满满的故事 想要和我们分享 欢迎你寄信 或者是私讯我 我很期待 能够在节目中 见到你哦 非常谢谢你 百忙之中 抽空来收听 铺尼疗护理广播节目 若是今天的节目 有帮助到你 希望你能帮我在 iTunes Store上面 给星星评分 订阅我们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让我们的节目 能够持续下去 再次献上最深的感谢 扑你聊护理 陪你聊聊护理 我们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下期再见